各位喜愛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今天這個影片我們要來討論一下十大常見的蘭花戒指 然後你可以自己看看你喜歡或適合哪一種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這個話題也可以講得非常的細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還有種類的 有這麼多的種類我們還是就是每一個都是把我覺得比較重要的特性 跟它的優缺點簡單的做一個介紹 那有興趣再繼續往下專研的蘭花朋友們呢 我會建議你在網路上多去做一些調查 然後呢如果你身邊有更有經驗的養蘭朋友,蘭花朋友 你也可以向他們請教 就是說在你們居家附近的環境裡面 然後跟你自己的習慣上 你應該用什麼樣的戒指 比較適合你個人的習慣還有就是生活方式 這邊十大常見的蘭花戒指裡面呢 其實主要分成兩大類 有機的戒指與無機的戒指 這邊的有機不是我們平常指的有機農作物啊 有機蔬菜這樣的有機 而是指說這個戒指一旦老化後啊 它會分解 所以使用有機戒指的兩蘭花的這些蘭油啊 平均兩到三年 最多三年喔 一定要換盆換戒指 因為有機戒指在分解的過程中啊 容易產生更多的酸性物質 使容器內的這個pH酸減值啊 過酸而導致根系的一些溃爛 不過呢 我這邊不是在說有機戒指不好 或者是無機戒指就比較好 而是我們需要去了解他們這 他們的特性 這樣子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依照自己的喜好 環境等條件因素去選擇適當的戒指 或是我們喜歡的戒指 我們要記住喔 每個人能夠提供給蘭花的生長條件都不一樣 比如說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日照溫度濕度等等等 所以如果你剛開始認識蘭花 你要有一點耐心的不斷去調整 直到你自己有自己的黃金流程黃金比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來看大家比較熟悉的有機戒指 第一個是水胎 水胎我個人覺得是最常見的蘭花戒指 它常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價格比較便宜 容易取得保水性價 而且在運送的時候呢 也可以減少澆水的人力成本 而且水胎啊 稍微壓緊一點的時候呢 還有確保運送中能夠固定根系的作用 所以商業藍原啊 這種大藍原他們在大量使用 他們都會大量使用這種戒指 來栽培蘭花跟運送蘭花 還有啊 蘭花剛出品的幼苗 因為他們啊 不管什麼種的蘭花的幼苗 他們大部分都偏好比較濕潤的環境 所以呢 一般也都是用水胎來做培育 直到他們能夠變成成熟株 那也是因為它保水的這個特性啊 這個優點喔 所以很多你會看到很多的苗啊 其實它都是種在水胎裡面 但是一旦這種戒指老化 盆內的pH值就會容易變得很酸 變得太酸 而且使用越久 它水胎其實會變得越緊密 那在越緊密的情況之下呢 根系也就會越來越受到壓迫 導致於說 戒指內的空氣也會越來越少 那我們知道 蘭花的根是需要空氣的 所以當它空氣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的情況之下呢 它也就會受到某一種程度的壓迫 或者是比較感覺長得比較緊張一點 但是啊 如果你沒有辦法常常澆水 或是你不喜歡常常澆水 比如說你是上班族 或者是你有小朋友要照顧 或者是你有可能其他事情你要做 你沒有辦法常常在圍著你的蘭花轉的時候啊 這種戒指如果使用正確 可以幫你省下不少的時間 那我這邊講的使用正確 其實它還是有一定的技巧喔 而不是說就是 拼命的往下塞 然後把它塞得很滿 其實水草這種東西 因為它的保水性很好 所以其實 因為你不是專業的燃源啊 你沒有那種空調或是通風的這種控制 那一般菊甲啊 其實這種水草應該是鬆軟 鬆鬆軟軟讓它比較蓬鬆的那種感覺 然後放到杯內做戒指 會比較合適一點 當然你還是要穩固 你不能夠量還是要足夠 你不能夠放太少 那蘭花就搖搖擺擺擺的 它也會長得不是很好 所以自己要去抓一下那個比例 就是說不要把它壓得太緊 但是它又能夠穩固蘭花根系 在杯內的這樣的狀況 是最好的情況 第二個樹皮 樹皮也是挺常見的蘭花戒指 這種戒指老了之後也會分解 不過沒有水胎那麼酸 那使用樹皮呢 就會比使用水胎啊 會再需要更常澆水一些 那另外一點就是 樹皮跟水胎都容易在戒指中啊 有蟲類寄生的現象 像是蝸牛啊 蝸魚啊 水質啊等等 那有些每家地區的蘭油啊 會將樹皮跟水胎混合使用 以增加盆內或是盆中的水分跟持久度 然後來降低需要給水的頻率 因為如果單單只用樹皮的話 可能你還是大概兩到三天或是三到四天 就必須要澆水一次 那如果單單使用水胎 你可能十天不用澆水 但是有些人就會把它做一個混合 那這樣子可能就會變成達到說 欸它可以固定每一個禮拜澆一次水 第三個蛇木穴 跟樹皮的性質蠻類似的 但是就是價格比較高 那在美國啊也比較不容易買到 所以我其實沒有用過這樣的戒指 但是有些蘭油喜歡這個戒指 是因為它有良好的通風性 也有不錯的吸水性 而且也含有相對多一點的天然養分 第四個 花生殼 這個我真的有看過喔 似乎主要是在國蘭啊 跟虎頭蘭類的蘭花使用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覺得挺新鮮的 不過在美國啊 要特別去找花生殼 還真的是有一點難度 我還真的不知道要去哪裡找 總不能一直吃花生 吃到足夠的花生殼才來種蘭花吧 第五個 椰子的纖維 在美加地區啊 我也有看過人用椰子的纖維 英文叫做Coconut husk 它也是保水性很強 不過我看到的蘭花的栗子呢 都是與樹皮混合使用 那主要是因為樹皮可以增加盆中的空氣 跟一些間隔 好讓多餘的水分比較容易蒸發 然後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讓根系生長 這種介質一旦老化也是挺酸的 所以呢也是要注意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無機介質 第一個發泡煉食 是一種黏土與水經過高溫燒烤後 膨脹而成的一種介質 所以它有很多的氣孔 也具有就是吸附水分的特性 那這種介質使用起來啊 我個人覺得它蠻乾淨的 無菌而且比較不會有蟲類寄生的問題 它也不容易損壞 也不會有老化的問題 而且它的重量其實挺輕的 沒有像它的體積那樣子看起來那麼重 那底部有動的情況啊 如果你的容器底部有動 然後用這種發泡煉食的話 等於是把它當石頭再用 那這樣子的話 你給水的頻率也會需要增加一點 不過呢這個也還是會比 就是一些上版的蘭花交水的頻率 還要再輕就是少一點輕鬆一點 那容器側面有兩個洞啊的情況下 你用發泡煉食來做你蘭花的介質 這個就叫做有介質的拌水根 英文就叫做semihydroponics 我之前有做過影片介紹過這一種種植蘭花的方式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在這個影片的最後點閱來參考參考 第二個無菌的介質是manteau clay 那與它類似的產品 在德國有一種叫做ceramase 它們都是食心無機介質 吸水性都非常好 Manteau clay比較重一點 那ceramase跟發泡煉食 是比較屬於輕一點的無機介質 那這兩者用起來啊 都能夠讓根系在容器裡面 有足夠的空間 有足夠的空隙 讓根系生長 那這種介質使用起來 也是相當的乾淨無菌 而且也不會有蟲類寄生的問題 它也一樣不容易損壞 而且不會有老化的問題 再來是火山熔岩 英文叫做lava rock 它的表面啊 孔很多 保水的時間也還不錯 那盆內也有水分 有空間 能夠讓根系生長 它的缺點就是因為 它真的是名副其實的石頭 所以一小包 它的重量就比較重 第四個無機介質 就是河床的小石頭 這個重量當然就重了 但是好處就是呢 容器內的通風會蠻良好的 再來就是你如果施肥啊等 它的物質比較不容易囤積 但是壞處就是 保水的時間不夠久 所以呢 你除了要常常澆水之外呢 你也必須要確保 你環境的濕度 在某一個程度 否則的話 蘭花也容易因為濕度不足 而長得不好 第五個無機介質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驚訝 包裹油件裡面的這種 保利龍的填充物 英文叫做packing peanuts 有的是S型的 有的是像小時候我們吃的零食 乖乖那樣的形狀 有人用這種呢 來增加容器裡面空氣的比例 好讓根系有更多的空間能夠生長 但它的壞處就是水分蒸發的也比較快 因為這些東西不吸水 那有些蘭油呢 其實它會利用這種戒指 放在盆子的最底部 來增加它排水的暢通 看到這邊啊 我相信你已經了解到 戒指其實有很多種 對不對 那養蘭的人呢 也有很多種 有的喜歡澆花 而且有時候是天天澆花 有些人 像我這樣的上班族 沒有辦法天天澆花 然後再加上 我們能夠給蘭花的生長條件 生長環境的條件都不一樣 比如說地區的不同 就有不同的季節 製造溫度濕度 空氣品質 或者是容易購買到的蘭花的戒指 都有所不同 所以真的很難去評斷說 哪一種戒指最好 對我來說最好的戒指 在你的居家環境 也許沒有辦法 有同樣的成效 比如說 像我現在喜歡用的是 無稽的戒指 但你在你環境裡面 也許無稽的戒指 養起來 就不是那麼的得心應手 也不一定 所以各位蘭友啊 需要 就是花一點時間 然後需要有一點的耐心 去留意你的養蘭環境 然後去嘗試不同的戒指 這樣你就能夠慢慢摸索到 你自己的黃金原則 最後啊 我還是要再次提醒蘭花朋友們 如果你要做實驗啊 學一些比較常看到的蘭花 容易添補的蘭花來當白老鼠 千萬不要用你最喜歡的蘭花來做實驗喔 養蘭花是在修身養性 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那我們對蘭花做的一些事情 一定也要讓我們能夠晚上睡得著 這是一個很紓壓很療癒的好興趣好嗜好 千萬不要因為蘭花 而擔心受怕或是睡不著覺喔 呵呵 以上是今天為各位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下面點個讚 也非常希望你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旁邊的通知鈴鐺喔 這樣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或是任何的指教 也歡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